好 持續來關心郭台銘 在2020總統大選登記連數期限的前一天 宣布不參選了 中間到底經過了多少轉折 發言幕僚劉宥彤上廣播節目透露 說前一天很晚郭董才決定不選 幕僚事前也不知情 並且強調這樣的決定跟有沒有人勸說無關 在訪談過程當中 劉宥彤更是捨不得郭粉 忍不住激動落淚 郭台銘宣布不參選2020 也特別向支持者道歉 發言幕僚劉宥彤在廣播節目 談到對郭粉的不捨激動落淚 郭董最後決定讓外界很訝異 幕僚坦誠前一晚很晚才被告知 但強調決定因素並非外傳的民調落後 或是有人勸退 郭台銘的動向牽動2020選情變化 但選前一位藍營大老連署聲明 份兒退黨的郭董會不會與國民黨再續前緣 表明不再回國民黨 郭台銘收回弦上的件 但下個目標在哪裡 又是另一個政壇指標 記者李永平 劉偉成 台北採訪報導 郭台銘收回弦 郭台銘收回弦